剛剛的主持人Peng要講一個東西叫MeToo 他是在咪狗上不知道做了什麼東西 好像做了什麼CopyCat的動作 所以叫MeToo 那Peng是這幾年 台灣一些Open Source的Community的Talk 各式場合的常客 那之前譬如說 如果你有參加過前兩年的CostCup的話 他有講過XPUD 那如果你忘記Peng長的什麼樣子 或者你覺得奇怪 現在站在台上的Peng怎麼跟你印象中的長得不一樣 那其實真的長得不太一樣 你現在你如果去Google一下 或者可能他等一下會自己介紹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長得不一樣 你現在可以如果不記得他以前長什麼樣子 Peng成PengChen Google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原來 剛剛這裡本來有放一個搖滾的Band在這邊 它就是一個搖滾金屬的叛逆形象 然後長髮 然後有時候金髮 有時候紅髮 那現在怎麼變成好像是一個有為青年的樣子 好 那 反正 這個跟要講的Talk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應該是在Migo上面做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 現在可以開始嗎 再30秒 好 還要再30秒 那再30秒就講一下 我們是同鄉 我們真的是同鄉 我們真的是同鄉 同一個高雄縣橋頭鄉出來的 好 有必要去上去 好 好 好 這支可以用嗎 可以啊 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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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呃 呃 有一句話一定要先說啊 就是 從Cost Cup 改到中研院這邊來辦 呃 之後我就一直有一個夢想 就是可以站在國際會廳的舞台上 好 沒想到今天呢 不但可以站在這邊 還要當一下午的這個主持人 實在是太爽了 那請就是讓我就是 藉由這個機會拍張照留念一下 那請大家就是笑開心一點 哇 這感覺真的是 Fascinating 好好好 然後我現在要錄影了齁 所以那個 呵呵 這太爽了 這一定要就是你知道 你保留下來 對對對 揮手那一位 我看到你了 喔 好 那 OK 那我們來開始喔 那 呃 首先要就是那個 自我揭露一下齁 那 以下這部分的talk呢 有很大部分是涉及 呃 成人議題 那 如果 如果就是你的心智 就不夠成熟的話呢 就是 可以由後面兩個門離開 那 呃 另外就是說呢 如果 就這兩天 就是 就是 如果就是你有發現就是 呃 就是 我想要就是 跟你們就是講話搭訕 然後你們覺得我好像看起來 有點驗熟 事實上我到 一直到半年前都還是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是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 然後所以 呃 只好把頭髮全部都砍掉 好 那希望它還可以再長了回來 對 耶 欸 我的那個怎麼不見了 等我一下 我找個東西 頭已經設定 頭已經設定 這是一個大災難 好 為什麼 IR是一直跳啊 不要 先不要就是那個 先不要highlight我 看一下 presentation mode 在哪裡啊 那個什麼啊 呃 就是 欸 主持人不在了嗎 因為我需要就是 他現在幫我cover一下 因為我有個設定 然後沒有搞定 所以 要等我一下 我如果看不到那個 presentation mode的話 是講不出來的 主持人還在嗎 I Freedom 幫我cover一下 你穿個場 講個笑話也好 好不好 再等我30秒 怎麼會這樣啦 煩欸 我怎麼看那個啊 我怎麼看那個啊 那 如果 呃 早上有去 Gnome 或者 Gnome跟那個 KDE 相關的 session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 現在在Gnome 在KDE 都有人在談 做Tablet的UI 就是 要 把 Gnome 也有開始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 KDE 那個 Aaron 他提到 KDE 有KDE Active KDE Active 現在是用 QML 他說 兩個programmer 幹了幾個月 OK 那 就可以幹出一些事情來 那我們 聽聽看Pank 這個東西 跟他差多少 贏他多少 好 是不是 好 終於設定好了 那 嗨 嗨 嗨 大家好 很高興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 玩樂的 那個 的經歷啦 那 呃 就是 感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感謝Freedom幫我那個主持 那 我叫做 Pick 然後你可以在 Pick或Twitter上找我 那我從 就是04年的時候 開始就跟一些 OEM公司開始合作 那 呃 今年是第三年在 呃 Costco的場子 大家發表一些 呃 議題 那 事實上是這樣子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就是 我一直都很努力的朝著 設計師的 的 的路邁進 那儘管是 半路出家 然後 呃 也想對 人機界面做出一點貢獻 那根據 具名的一百位路人調查呢 呃 設計師 VS工程師的 性感指數呢 齁 在最近幾年出現黃金的交叉 齁 藍色那條線 你可以發現是Designer 齁 他們的那個 就是指數是不斷上揚的 那 所以說呢 如果說我可以當個看起來 呃 會寫程式的設計師 也是一個很好的carrier place 齁 所以 欸欸欸欸 OK 好 那一直以來 身為這個 呃 自由接案的人 齁 我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幫客戶圓夢 不管是透過什麼樣的媒介 齁 來溝通 他們可能會把 呃 呃 Ui Flow 做成投影片 或者是呢 完全以數字來界定 他的軟體功能的spec 那 呃 身為freelancer的目標 就是要幫客戶把東西生出來 那在這樣的 這個 整體的脈絡思考之下呢 自然會追求就是 趕快把事情搞定的 解決方案 那 呃 但是 但是身為一個 軟硬體整合的 的工程師齁 這種事不是說 我們改用Ruby's Unreal 然後 就 就可以 就可以搞定 就好像就是 使用了銀彈一樣 馬上就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 呃 經過這幾年來的摸索啊 在09年的時候 和各位分享了XPUD這個計劃 那個是用 呃 瀏覽器 用Fiveox跟XUR構成的一個 桌面環境 那在 呃 其實只是一個玩笑 那今年初的時候呢 我因為 呃 一直 Consult的合約 被關在 關在客戶家裡面 那 因為 呃 特殊的需求的考量 所以 設置了一個非常非常極端的Cleanroom 沒有 沒有 聯外網路 然後 呃 能乘取的東西也不多 那 呃 日子沉悶百無聊賴 你知道 內湖的生活 真的不是一句傻逼虛 就可以解釋完了 心酸 陽光街根本就沒有陽光啊 那 下班以後想要找喝酒的地方都找不到 真的是 內湖實在太慘了 那那陣子呢 我手機裡面的照片呢 都是 這種 灰色的 的 的 的心情 這個可能看不出來這個是捷運 呃 炸湖線 那 就 這 那個 播放清單裡面都是蕭黃旗的天若光 就是想要 一直想要在人生當中找 找尋到一個突破啊 然後 讓這個內心的欲足得以發揮 那 呃 這個 生命會尋找出入 那 很閒的人呢 這個 他無法耗盡的精力也會尋找到宣洩的出口 那於是呢 我就 想要做一個我自己會喜歡的東西 然後也會用的東西 當成 當成我自己的25歲生日禮物 那 如此就開始了 MeToo這個 這個 這個計畫 那潛意識裡面認為呢 沒有耐心要三分鐘熱度 可以在同一個主題上執著這兩三年 好像也是 蠻厲害的一件事情 OK 那 所以我們那時候 很快的就買了一個 網址 然後在 Tumblr 上就架這個讚 然後把一些 Ui草草弄好之後就丟上去 所以 Buy SDK 那個 icon還是偷來的 那 正當我們想要大肆嘲笑 Megle的時候呢 就 發生了就是 發生了一件 就是讓大家消不出來的事情 不只我消不出來 那個 那 那 那個 Steven Ellof 燃燒的平台的 Memo 就這樣子賣出來了 那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那 怎麼辦呢 欸 然後 OK 好 那 但是呢 但是 但是呢 人生最厲害的就是這個Butt 平板啊 平板 平板是所有Geek的夢想 這我上次的時候有跟各位講過 那 不管是從60年代的Star Trek一直到 浪子回頭 嗑藥 紅趴達人 堅持漢堡王最厲害的 Robert Jr. 功能強大又 又好用的掌上裝置 似乎一直是我們的 終結疆界 各位 看得出來嗎 那張 就是 左邊那張是 鋼鐵人的 就是電影當中的劇照 那 那個東西很酷是 它的 介面設計 然後 包含裡面的特效是 有一家叫做 Megle Perception NYC的 特效公司 然後 跟那個 Marvel Entertainment 一起合作 做出來的 那 這麼酷的東西 我們現在 還沒有啦 沒關係 好 那 就是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就是 使用Megle 作為主要的 開發的 一個平台呢 Megle 不是 就是 Megle了嗎 那 市場是這樣的 Megle是一個 Depton NYC的計畫 那現在是由 Linux Foundation I host 那表示它是非常 pure的 open source 那 這個 很多東西 要嘛沒有做完 要嘛就是做兩套 Nokia做一套 Intel做一套 那這 無形之中呢 就增加了很多 我們自己DIY的樂趣的空間 那加上呢 就其中有一個非常 關鍵的 一個元件 叫做 Qt Qt 它是一個 有著實戰經驗的 一個graphic framework 雖然我們知道 Nokia長久以來一直有 砍掉重電的傳統 就是從 你看從Helden過渡到Memo5 然後一直到Megle Harmerson 他們一直在不斷的 就是做 砍掉重電這件事情 就是同一件事情 可以做好多次 那 但是呢 Qt一直是當中的 重量級的角色 那 這個 這個 framework的 好用程度 以及它的那個 商品化的品質 都是經過實際產品等級的檢驗的 所以它 就是還蠻先進 然後又 又足以符合商業需求的 那 另外就是說呢 在這個 project開始之前呢 我還不會寫Qt 那 我已經試過了 HTML5 然後也試過 WebKey GTK Plus 所以放眼望去呢 Megle Qt似乎是 除了Android之外 就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那 如果你想做Linus 然後在MobileDevice上面 然後你又不想要就是用Google的東西的話呢 好像也沒什麼好選的 那 在仔細看過Megle的SoftwareStack以後啊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非常高品質的UX Component 那這個UX Component其實就是構成UI原件的 各種已經預先寫好的類似Widget的東西 那它裡面叫做Component 那它除了像什麼 捲軸啊 按鈕啊 滑動視窗啊 context area 然後那個彈出式的那個Dialog啊 或者是按右鍵的那個選單呢 它都已經都幫你寫好了 你可以非常快就做出一個 看起來好像滿堪用的一個界面 然後最厲害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殺手機的Qt Quick Qt Quick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Qt的UI的Creation Kit 那它有的非常類似CSS跟JavaScript的語法 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呢 就兜出一個界面 那你甚至可以直接 就是去 import一個JavaScript Library進來 然後直接呼叫裡面的Function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QML Language 它可以就是你知道 在C++裡面存取QML的東西 在QML裡面存取C++裡面的東西 Function可以互相呼叫 那這個做起界面或做起動畫來說呢 就只有一個爽字 好 那這個既然決定了軟體架構要用什麼 那硬體呢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開發的軟體 一直都放在就是 confidential的Prototype上面 那既不能拿出來現保 又擔心拿出來會壞掉賠錢 那也要擔心說它到底會不會量產 然後萬一不量產 幾乎最後也都沒有量產 那就不量產就是你 你幫它開發了這麼多 幫它tune了這麼多 把他upmise這麼好 那好像也沒什麼用 好 所幸這時候呢 這個同事小美呢 到美國出差 前同事小美 看不太清楚沒關係 左邊有張歡喜碰碰裡的照片 大概就長得跟歡喜碰碰裡很像 那小美就是幫我從美國帶回來的一台 NuColor NuColor NuColor有什麼好呢 NuColor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的這台NuColor叫做 代號叫小美二號 NuColor呢在所謂的十寸雙核心的平板開始出貨以前 甚至在Google I.O.就是今年五月的時候 送了一堆免錢平板之前 它都是一個CP值相當高 那相關的討論和支援也很豐富的一個Android平板 在當時可謂是一時之選 那硬體方面 它有很漂亮的7吋的IPS面板 那它的那個 screen density還比iPad還要高 它有169ppi 然後支援到1024x600解析度 NuColor呢相當佛心的在它的那個網站上提供了所有Source Code的下載 那其實他們也該這麼做啦 那它就是 就等於是你買機器送Corebase 這麼好的機會這樣子 它的硬體是大家熟悉的好朋友TI OMAP3 那這個3621是3630的縮減版 就是它拿掉了相機的介面 那往好處想就是它拿掉相機又不含GPS 如果你要Potting什麼東西在上面 可以少Pot兩個元件 就是相當好的 那軟體資源上除了TI OMAP 就是大家好朋友之外 OMAP PDR上面有一拖拉庫的資料 然後XDA Development的那個Foreign上面也是相當火紅 在真正Honey Cup的那個平板出貨之前 它上面就已經可以跑就是Android 3.0了 所以就是相關的hacking還蠻多的 所以俗話說得好 一台NuColor249塊美金 但是小美的友情是無價的 那我們就分兩個階段來看說 怎麼把Megle帶到小美2號上面來 那我先喝個水 首先呢就是要準備基本工具 因為NuColor它底下的系統是Android Android 2.3 2.2 2.3 所以你還是要必備Android SDK一套 那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你是購買產品不是開發板 所以所有的除錯開發工具 就只有一條USB線加上ADB線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必備的 那再來就是Roof Eye System的部分 就是整個系統什麼建 我們知道Megle它有一個什麼MIC Image Creator 可是那個東西就是太慢又不好用 然後又是RPM格式 所以既然要混總我們就混到底 我們就直接用Debian的Double Strip來建Roof Eye System 只要用ARM1L的這個Architecture 就可以很快的建立好 那再加上Android上面大家好朋友BZBox呢 我們去透過remount或是byte的一些動作 就可以把Roof Eye System掛起來 然後進而修改 比如說URAM Disk裡面的INIT.RCE 就可以啟動的系統 然後我們其實也在Corecom的MSM或QSD的平台上試過 那最近也在Telechips的8803的配方上試過 就是其實你只要有framebuffer 你就可以跑出Xwindow 那Xwindow的package有很多 那FBDV是最原始的那一個 那有很多平台相依或者說平台最佳化的 像是OMAP3有它自己的Video的Driver 然後MSM有Xserver、Xorg、Video、MSM這個package 然後都可以拿來使用 這樣子圖形界面就跑出來了 那圖形界面跑出來的下一步就是你要戳那螢幕 然後就是螢幕要會動嘛 就是那個觸控的InputDeviceDriver 那像NookRod這個螢幕 它的那個Driver不會送BTN Touch的這個Event 前提是說我們都不要動到Kernel 只改Userspace的東西 所以它不會送那個Event 你又不能直接從那個Driver那邊去修 所以就只好從InputDeviceDriver這邊去修 那我們用的是一個Nokia開發 叫MTV的Xorg底下的Driver 那它相較之下 比大家常用的EVDV要來的小巧一點 然後容易修改 包括那個就是你按多大力算是按道 或者說按多大的範圍 這個水位值壓力感測 這個點按位置的判定 都很容易做修改或調整 然後呢再來就是OpenJure ES 這個資源真的就是各家實作方法不同了 OMAP3621上面搭配的是一個PowerVR SGX530的GPU 那它總是它有一個Kernel Module 那它配上它的那個PBR 就是它的Service的IT的程式 再加上一些它的Binary的Library 再重編一下Qt的OpenJure的Module 那大概就會動了 那第二步就是要怎麼把Megle的UX放到小美2號上面 那以Megle或QtQML來講 所有跟硬體相關的東西呢 都是透過一個叫做QtMobility的Framework去接的 那這個Framework呢 它會去接比如說LocationService 然後Sensor的Service 或者是聯絡人 然後就是讀你的本機的檔案 然後存取網路之類之類的 那在這個NewColor上面很簡單 因為它只有一個Sensor就是加速度的Sensor 所以我們只要把那個加速度的那個值讀出來 然後把它轉換一下格式 變成就是平方米然後每秒 然後再餵給這個Sensor Plug-in就可以了 它就吃得到它的那個重力的那個相關訊息 那以Launcher來講 就是說你要去開一個程式來講 Megle它有自己一個叫Megle QML Launcher 它就會直接去讀一個man.qml 然後幫你把它載進來 那以Homescreen來講 有一個叫做AppGrid 它會去 它這裡面包含兩個東西 包含那個UXD們 它有兩個東西 就是LockScreen 然後Homescreen 然後還有就是程式的選單 那Keyboard來說呢 下一代的Megle的InputMetal的Framework 叫做Molet 然後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寫 那個on-screen keyboard 然後Browser本來今天有一場talk 是Intel人要來講這個瀏覽器的部分 那很可惜最後沒有辦法成型 那他們就是在QML上面幫它做了一層Q的 的Graphic Layer 所以說變成你可以用QML去寫QML的界面 那底層還是用VA Engine 然後還是用QML去畫你的網頁 那也包含它那些sandbox的特性 那是相當不錯的 那你一定就是覺得 就是我這邊講的很快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demo的東西 全部都不是用那些 你擁有一個 好 謝謝 你擁有一個就是這麼亂搞的系統 又這麼容易亂修改的QML 就是如果你還只放原生見面實在太遜了 那這個遜的程度 就像你參加講者晚宴 然後吸半 結果帶的還是男生一樣的訊 那 就像我說的 我想做一些平常我就會使用的東西 像我本人是Steve Jobs的忠實的信徒 受到這個限時扭曲立場的影響非常深遠 再配上一些中國廠商他們自己的demo的進度 最後的結果就變成了 第一套完全山寨iOS的migo UX 好 好 謝謝 那這個地方是lock screen 那我現在 我現在來 live demo一下 看會不會爆炸 好 好 那這個就是lock screen 那lock screen上面是由三個東西構成的 首先第一個是上面你看到一條很小很小黑色的東西 那分別會顯示網路的狀態 好 那現在screendock狀態跟時間以及電量 那這個地方是透過 context kit 好 來去跟底層要到的訊息 那這個介面全部都是由QM寫的 好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中間這個叫做raindrop的桌布 這張桌布呢可是費盡千辛萬苦 從那個SDK裡面直接把它解出來的 好 iOS SDK 我是就是每年有付費的那個iOS開發者 好 那 底下呢還有一個就是那個slide 可以把這個螢幕解開 好 那我現在就要把它解開 來 欸有聽到聲音嗎 我再鎖一次一幕齁 大家看一下 喔好聲音可以接是不是 好接一下 在哪裡啊 這裡有一條 有audio是不是 太厲害 好 先把它鎖起來 不要給你看 好沒有沒關係啊 那不是很重要啦 好 總之就是這樣啊 就是lock screen有了 好 那 這個lock screen呢 它本身是由一個launcher去開的 那launcher它會去聽 Hardware的key 就是keypad的那些input event 那比如說 像我現在對應到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我現在對應我現在某顆key 可以送出來的是 是那個power button 所以它就會把它鎖起來 好 那 再把它打開 好 那比如說 我們現在就開個程式 好 點一下 好 那就跑出來了一個 就是 假的 假的safari 那 這底下跑的是Qt WebKit 我們就是 為了這個 這個瀏覽器 花了不少心思 首先 就是 Qt WebKit呢 是沒有支援tab的 那你還要為它去寫 寫那個tab的layout 然後呢 加上呢 你在上面按 右鍵的時候 也不是按右鍵 因為你touch panel 根本沒有右鍵啊 所以你 long press的時候 它什麼樣的時候 會送出什麼樣的訊息 什麼時候要彈出這個右鍵選單 真的非常辛苦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滑鼠游標呢 移動到這個 這個網址列 看一下 點一下的時候呢 嗯 怎麼沒有跑出來 好 出包了 等我一下 沒有這個 這個簡單很好解 好 好 那個導播剛剛那個卡掉 從這邊開始 好 你在這個網址列 這邊點一下呢 我就會發現 哇 有一個非常精美的觸控鍵盤 那這個鍵盤呢 當然也是偷來的 好 那 其實它 它是有按鍵聲音的啦 真的是 就是現在可能聽不太到 好慢喔 我用打的好不好 等我一下 耶 好 那就是 我們做出來的大概就是這個成果 那它當然也是可以就是 你知道的score 那也是可以縮放的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時候假設使用者不想按下 HOME KEY呢 那它就會 咻 又回到桌面 OK 好 DEMO完畢 好 OK 好 那 咦 我的那個presentation node 怎麼又不見 好沒關係 那這個我們主要貢獻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寫了一個lock screen 然後寫了一個soul event的launcher 然後寫了一個homescreen 然後呢 寫了一個bosser 那寫了一個鍵盤 然後 呃 這些所有的東西呢 都可以在 呃 metoo.us的 的那個 github reposter裡面可以下載 好 大家現在馬上可以抓下來玩玩看 好 這個東西呢 也就真的就跑在那個nucolor上面去 所以 呃 等一下如果有興趣想要看的話 可以過來跟我跟我借device來看 等一下再等一下啦 還有 你還有一分鐘 one more thing 好 就是呢 在我做這個專案的時候呢 我非常 非常希望可以 可以做一些我真的平常生活當中 會真的使用到的一些程式 於是呢我們寫這個 漫畫閱讀器 好 那漫畫閱讀器是這樣子的 剛剛誰說也是盜版的 出來 出來 出來單挑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白兔糖 等一下 好 因為我現在單手操作不是很順 有人想被捏的嗎 這是海賊635 是不是 還是不要捏大家好了 總之這個東西大概是這樣 那 這邊有個store 這個還沒有寫完 但是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你點下去之後 它就跑到那個 ACOMICS的那個網站上 然後你點一下下載 它就幫你把那個漫畫都抓下來 漫畫抓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在你的那個 tablet上面就是開心的看漫畫 好 這是一個非常殺手級的應用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具體而為的OS 跑了Megle 然後在這個Android的Kernel上面 然後我們寫了瀏覽器 寫了Reader 寫了Keyboard 還有一些雜七差八的東西 好 那我们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設定的那個那個 界面呢 我想用做的Monob это去改寫 那接下來 日本應該這個月要出的 Cute 4.8 或是Cute WebKit 2.2 也要出了 也該出了 它現在是BETA版 那這個BETA版是什麼改進呢 在這個Cute WebKit裡面 它增加了HTML5 景觀的一些資源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讓 隸覽器看起來更像 iOS的Mobileesterol 你可以在裡面直接看影片 那甚至可以做到 硬體加速的部分 再來就是我們Torcheng可能會改用Linaro那邊的一些成果 也不一定 最後希望是可以發展成一個足夠取代一般日常用途的 一個完整的Amigo的UX 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 時間已經超過一分鐘 我們接受一個問題 兩個好不好 兩個 要有人問才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人問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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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啊 那是從IOS的SDK裡面直接偷來的 下一位 對 對 就 一定要講嘛 今天有Mozia Foundation的人 我們等一下試一下在那個 沒有啦就是WebKit的就是比較好Tune啊 然後要改什麼比較好改 我這樣覺得 那 大部分呢 簽入是裝置上的都可以跑的稍微順一點 所以我們的話就換到WebKit去 對不對 沒有 那我快速解決兩個人可不可以再一個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請你私底下 在自己處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接下來你要接著自己主持 你要變成主持人了 好 謝謝 好的 那非常感謝剛剛上一位講者的介紹 好